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8月18號 在星期三晚上7點55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塔利班政權閃電接管了阿富汗之後 最新的情勢幾乎都已經確定了嗎 還是說還有重大的變數在發生 因為阿富汗的副總統反攻 傳出現在政府軍 已經奪回了一省會 雙方還在峽谷爆發激戰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最新情勢呢 前空軍副司令張一廷張將軍 來到我們現場 那麼阿富汗副總統仍然堅守國內 他聲稱我是合法的看守總統 包括第一場的喀布爾記者會當中 神學士召開呼籲 女性都可以回到學校去工作 實際上狀況是什麼 那麼整個阿富汗變天之後 最擔心最可怕的 會不會是包括這些女性朋友呢 不過這場風暴在阿富汗登場的同時 臺灣也掀起另外一個政治風暴嗎 國民黨所說的這種疑似 臺灣恐怕會被美國拋棄 昨天我們特別提到是在一九四九年前 當時在大陸時期的國共時期 那麼國民政府撤退來到臺灣 當時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在一九七零年代 在越戰的時候呢 那時候南越政府所遭受到的 某一種程度也是美軍撤離 似乎美軍撤離 在歷史脈絡裡頭都有一定的一個脈絡 但是很多人擔心會不會臺灣淪為 也是像這樣一個場景 包括有沒有淪為二十一世紀 二零二十一年的阿富汗的悲劇 發生在臺灣呢 國民黨有些論述 包括要競選國民黨黨選 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的說法裡頭 我們稍後為你還原 他是這麼強調的 大家不要忘了 沒有一九四九的國民黨 就沒有今天的臺灣 好 那拿阿富汗在類比臺灣 遭到圍剿的過程裡頭 包括趙少康 怎麼去叫戰蔡英文 當然我們要看的是 塔利班政權 如果真的是成功接轉了阿富汗之後 這一個國家未來形勢 會怎麼樣去演變 那我們也知道就在這個時候 共軍在昨天凌晨連續第三天 進入我們臺灣的西南空域 而且比較特別之類是 他強調這一次包括殲十六 轟六可以總共十架次 共機多空城的一個現身 抵近海軍司令部的操演的靶區 到底所謂的抵近的地點裡頭 精準的說法 現在媒體的報導說 抵近叫做操演的靶區 說這是空前的第一次 到底代表是什麼意涵 你看到阿富汗在局勢 陷入動盪的時候 有文攻在內部 也有武嚇在外部嗎 這到底在上演什麼 當然在國內的疫情 一旦穩定之後 好像政治鬥爭就上演了 今天的最新數字高端 那麼封肩六十一萬劑要上陣 同時目前為止 將近有四十二萬劑完成預約登記 那換句話說 指揮中心今天公佈的下午四點鐘 將近二十萬劑要開放給二十歲以上的人 在八月二十三號進行開打 好將近四十二萬人的愛國守備 要就位的同時呢 今天已經決定要下放到二十歲來進行預約高端了 好年輕人快搶了下午四點鐘 馬上就要登場了 只不過呢 高端在封肩的過程裡頭 不同的批次 他的抗體效降是不是有差別 那下週一開打的過程裡頭 哪些人不能夠接種呢 今天周百千醫師來到我們現場 面對這一些變種病毒 一一在全球肆虐的同時 大家都是要防止是變種病毒 尤其是不管是秘魯的跟印度的變種病毒株 我們可以成功去攔截他 只不過呢 不管聯亞到底可不可以反應成功 高端在巴拉圭的第三期的實驗裡頭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關鍵性指標 等一下周醫師一一為我們解析 可是觀眾朋友 九月一號進行開學了 青少年這些學童到現在 沒有辦法注射 可是今天陳時中 做出一個重大的宣布 青少年有可能除了BMT之外 有另外一個選擇 可是今天頭條新聞當中 我們帶你來看的是 臺電三人群聚當中 所爆發的是什麼呢 今天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已經說 臺電這種大樓裡頭 因為孕婦打了兩劑的莫德納確診 那麼高病毒量之後 八十人隔離 兩千五百五十人快篩當中 這個情勢可能會怎麼樣去演變 兩千五百五十人發生在臺電 想想看兩千人 不是就是最近在大家所關注的 北農這樣一個規模嗎 所以今天有人問到說 那這個必勝王是不是要進駐了 那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為了介紹中東政治 精緻情勢專家 劉長正劉老師 來動線劉老師晚安 您好各位觀眾晚安 是臺灣智庫的民調中心 主任卓冠廷 小清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黃靜平 小清姐大家平安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趙運勢老師 小清好 大家晚安 來 民進黨籍立法人蘇巧慧 小清姐好 大家晚安 前空軍副司令張艷廷 張將軍 小清好 大家好 好 包括了 北一附屬醫院的胸腔科的 主治醫師 周百賢 周醫師 好 大家好 稍後馬上連線到美國紐約 包括了知名的政論作家 陳柏王老師 加入我們的討論 先聽聽看 陳時中剛剛對於台電的 總管理處的群聚感染事件 做出重大的宣布 三個時間裡面有三個確診 那基本上我們把它列為是一個群聚 所以我們是 它在第一個第二個時候 就有匡列一部分 那有一些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這兩天被驗出來 大家所關心的 就一位孕婦 他是在前一波 被列為自主管理者 那這一波他因為有相關的一個症狀 然後快篩 然後再做PCR變成是陽性 所以現在我們是 他們跟他們公司的建議 就是在他們第七 就是那一層樓的 全部都暫停上班 做全體的清消 公共區域他們已經都消好了 然後在那一層樓的 全部都做PCR 然後看著PCR的結果 我們再來 那也建議他們做企業 整體的一個企業快篩 今天有兩例的群聚感染 也是在台北市的職場 第一例是中正區的A職場 中正區A職場的指標個案 是15923 在8月11號確診 當天所有的部門 全部都被匡列居隔 也就是他8月11號 有25個人含兩個清潔人員 所以在這個圖上 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 在8月11號就已經全部 劃列居家隔離的位置 那接下去就那時候 只有他一例 然後我們當時衛生局 就要求這個公司必須 定期為員工進行相關的篩檢 所以在8月17號 每五天篩檢一次 就篩出了16001 當然他是當公司有發快篩 快篩計給他 他那天有點不舒服 那篩出來是陽性之後 他就到醫院去做PCR檢診 確定他是確診 而且他的CT值只有11 那這一點是比較 比較令人擔心 來請教朱醫師 哇這個規模有2550人要進行快篩 是什麼樣一個狀況呢 我們一直認為 在目前公衛政策 是一個降級不解封的概念的話 其實降級50人 100人室內室外差別 完全是人為定義 所以這裡面就會產生 許多空間裡面 密度所造成的陽性案例的 傳播風險會相對增加 那我們一直很擔心 這A職場 因為他代表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在8月11號所做的PCR是陰性 但是在很快的在8月16號 立刻有一個CT值11的一個案例出現 我們認為病毒的複製時間 是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民意為環境 還有一開始的病毒量會有差別 可是明明PCR一開始陰性 五天左右就產生一個 從CT值35到CT值11 這讓我們會去注意 第一個 他是不是α病種株的特性 還是說有其他複製 更快的一個病毒 在這邊產生 但我們這邊有個但書 孕婦其實是在新冠肺炎裡面 一個需要去注意一個特別族群 孕婦特別是在懷孕一段時間之後 由於小朋友的抗原 會進到孕婦的體內 所以孕婦可能會對這些長期 會存在一些外來抗原 他的一個免疫的一個產生性會下降 所以這時候有兩種現象 第一個部分就是病毒 沒辦法產生足夠的免疫反應 所以他不太會發燒 不太有症狀 所以一有症狀就非常厲害 第二部分就是他的一個打疫苗 所產生的效果 也會產生連帶的影響 我們不管是打mRNA 目前首選是mRNA打孕婦 可是mRNA如果說他一樣 受限於孕婦本身 對外來的一個抗原的反應性 不佳的話 其實他的抗體量會比較低 所以這個CDS4E的話 有兩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孕婦到底有多人有施打 那施打的過程中 我們如何能夠保證 他能夠產生一定的抗體量 這部分如果不能夠透過公衛的調查 來確定的話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一個CDS11的情況 不但是在五天左右快速發展 而且他的一個同辦公室 這部分就產生問題了 我們一般來說 用數字來說明的話 CDS25以下 有70%的機率傳染給別人 我們現在走面對CDS11的話 也就是說他的病毒量 是CDS25的2的14次方 但已經接近1萬多倍了 所以這時候同一個辦公空間 他的篩檢可能比較不建議 用企業快篩 我們都認為快篩很準 是快篩不準 原因是因為他必須要病毒量多 才會被發現 所以這CDS11做快篩一定是陽性 但問題是CDS30以上 可能就沒辦法出現陽性的話 這個同一辦公空間 如果一樣沿用企業快篩的話 他的病毒量不多 暫時快篩陰性 所以又回到家裡 那家裡的一個居家防護 如果能夠確實 這就變成說 我們來看的就是 B職場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電的一個問題 告訴我們 目前降級不解封的一個風險 就是我們的一個快篩 可能不能夠依賴一般的 一個簡單快篩 可能是PCR 針對這種高風險族群 那我要點出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大家有看到台電 今天的一個快篩在哪邊進行 在大禮堂 我們不太認為大禮堂 是一個好的空間 來做一個快篩 我們都已經認為一個 CTS11的這個空間出現了 也就是說 它在整個分布的區階裡面 會從CTS35到30到25 都會有的情況下的話 怎麼可能讓這麼多的 有可能有帶病毒的人 都進入一個密閉空間 我們這個密閉空間裡面 大禮堂是危險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通風 它的座椅 還有它的一個相關接觸面 所以我們看到 這些採檢人員 全部都穿隔離衣了 可是一個一個員工 進來的過程中 並沒有穿隔離衣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那你怎麼來確定 你的快篩都已經可能招不出來了 那這些快篩的過程中 這些大禮堂 這個不可能在一個小時消毒一次的情況下的話 前後進入的人都有相關的感染風險 所以大家如果要再做企業快篩 都要記得一件事情 場所要慎選 戶外的快篩 連大陸都不做室內快篩了 台灣還是做室內快篩的話 是一個曝險的一個措施 所以我們的一個企業快篩 第一個他對於一些高風險族群的話 CD值如果不夠低 會驗不出來 這可能會造成疫情的誤判 所以我建議其實台電如果有錢 直接做PCR 快速去抓到這種五天內 快速增加的案例 然後再來就是要針對這個 統一辦公空間 特別是16001相關的 它的一個空間 並叫做病毒採檢 有時候不是直接去消毒 就可以解決的 因為你是整層樓去封閉 可是電梯呢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電梯的一些採樣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公共空間的採樣 會不會是清潔員 是另外一個可能的一些指標案例 所以從臺電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未來可以再加強的 因為降級不解封 未來這種群就會再更增加 前面那一棟大樓 周醫師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臺電因應這個狀況 你剛剛點出這個關鍵 你不建議用快篩 特別市政府 因為歷經過虎林街 在這個虎林市場 包括南機場的國宅 包括了北農的事件 這動輒都是百人到千人 他有這樣的經驗 那在這個當下裡頭 為什麼不趕快進行所謂PCR 那我的重點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剛剛特別提到 清潔 他現在是怎樣 局部只有樓層 Close進行清潔嗎 因為如果你有兩千五百五十人 進行快篩的話 的確樓梯 包括茶水間 這都有可能是共同的感染源 你現在是怎樣 是封一層樓兩層樓嗎 沒有全面清潔嗎 當然這個臺電 負責出了電力的中控中心 我不知道他的上班狀況 如果人數做出大幅的遞減 那這時候分艙分流 如果早進做了 現在如果人數銳減 確診人數增加的話 對臺灣供電狀況會怎麼樣 等一下蘇小費幫我們進行了解 我剛剛提出一個疑問 他現在因應狀況 到底做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多少人隔離 那多少人 因為今天有人問這個陳時中說 要不要設立快篩戰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今天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 他們臨近三軍總醫院 可是你不可能這麼多的人數 全部塞進去 所以臺電是不是認為說 我今天進行快篩 可是快篩這個大禮堂 的確是另外一個危機 這一些的因應狀況 最新的情景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會去看 每一個陽性案例的CT值 CT值代表他的一個可接觸空間 裡面能夠有多少病毒液散出來 所以CT值十一 就是剛剛所說的 以CT值二十五的存染力 他是二十四次方倍的一個病毒 所以如果說 台電要去做有效的防範的話 16001的足跡是一大關鍵 他在五天的時間中 他的CT值逐漸從偵測不到到十一 所以他的一個量 甚至他的一個咳嗽 他的一個洗手 這些都會有一個問題的話 他的一個封閉幾層樓 要按16001常見的一個行走足跡 電梯大概要注意 電梯可能真的要封掉 所以以後的一個分艙分樓必須連電梯都去限制 使用哪幾個比較安全 所以16001的足跡包含廁所 包含他的一個衛浴設備 還有洗手 他的一個上下樓層的一個電梯 甚至整個的空調 之後的一個台電必須要按照 這同一辦公空間的PCR 結果來做區分 所以如果這個空間全部都PCR 都陽性了 那未來就是說整個台電可能要整個都要封掉 不然的話這個部分的話風險太大 因為同一辦公空間這邊並沒有告訴我們 這裡面有多少人 他們的座位之間 所以他現在只是部分的樓層進行清消而已嗎 對 因為再怎麼消毒最大的關鍵 我只很好奇空調怎麼消毒 對 然後那個電梯的按鈕還好消毒 可是電梯它是密閉室內 他有時候他直接這個空氣中的一個病毒量 都會隨著孕婦的出現而增加的話 這都消毒不到 所以消毒通常只是一個形式 怎麼樣來降低這些 會持續有些病毒存在的電梯 其實我們一直認為電梯的消毒 是未來重中之重 因為太多的一個密閉室內 講不講話都有病毒 所以台電的一部分風柔是一回事 先確定同一辦公空間 1600的影響會是關鍵 然後再來確定到底大家的CT值 如果最有陽性的話 那有多少落在二十五以下 這樣就可以決定 臺電到了的風險 是 來這個周醫師 你等一下 蘇小慧 這個最新狀況 你看到了什麼 尤其如果他的快篩人數 是多達這麼多 如果轉為PCR的話 那確診狀況 因為現在陳時中是建議 臺電這個樓層全數停止上班 進行核酸檢測 進行PCR 只有這個樓層 可是我們也知道 共用的茶水間 樓梯 如果只是一個樓層 進行停止上班 我不知道這裡頭 有沒有多少的風險 還是可能會有破口 你怎麼看 好 我想這個問題 大家都非常關注 我們分三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是 現在臺電的處置 也就是大家說 有沒有要我們的必勝救援網 又要進駐這樣的概念 但是我想現在的狀況是臺電 目前今天是兩例 那他的處置方式是同一個樓層 也就是剛剛在說的這個孕婦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就是整層樓都要PCR 可是我們也知道PCR要一個時間 所以在最快的速度下 他現在是把所有整棟臺電 兩千多個員工 都先進行切快篩 趕快先抓出來 然後如果在這個快篩 用第一時間抓出來的 有一粒一粒的馬上送PCR 這個是為了求快 但不表示他們就不用再被PCR 這是第一個要跟大家說明清楚 並不表示這些人就不需要 再備有下一步的檢測 這只是為了求快 我們到底兩千多人裡面 誰要作為第一批 去做那個PCR的人 所以臺電公司 現在這樣的處置 看起來就是同樓層 最有可能被影響到的 先趕快送PCR 那還有一部分是誰去做PCR呢 這就是小君姐剛剛問到 也是我們應該要談的第二部分 就是大家會怕說 臺電現在發生這樣的狀況 會不會影響供電 所以第二批也是列為 首先去做PCR的 就是這個中控中心 臺電總管理處裡面的調配處 和供電處的關鍵人員 據我們瞭解的話 大概是有一百人左右 這些人因為這棟大樓 就是像大家一般企業的 總公司一樣 是臺灣臺電的總管理處 所以他在這裡面呢 包括這個供電處和調度處 這樣子的行政單位 當然也在這裡面 也在這裡面的話 那當然對臺灣的整個電力的調度 我們會擔心有沒有影響啊 可是在這裡的話 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第一他的處置就是 馬上先把這些人列為 第一批要去PCR 確認有或無的狀況 第二在五月二十四日 也就是這一波的疫情 剛剛爆發的時候 臺電就已經再一次的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從民國九十八年起 臺灣就已經發展出全世界第一套 有雙主控電力調度中心的一個系統 也就是我們臺北有一套 高雄也有一套 所以從九十八年起 我們就已經有這種備員調度的概念 所以不只是現在的臺電 要進行分艙分流這樣子的 種種防疫措施的管理 也要跟大家說 其實整套的系統 臺北有一套 高雄也有一套 所以在供電的部分 調度的部分 大家應該是可以安心的 但是到第三部分 我們就要跟觀眾朋友 跟社會大眾來討論看看 就是說除了本件 我們剛剛說現在的處置 還有臺電的供電狀況之外 第三部分就是這件事情 教會我們的是 臺灣確實還沒有脫離疫情 臺灣還沒有脫離疫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 還維持著二級的狀況 而且未來隨時這裡一個 那裡一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實在應該要善加利用 過去九十天 大家學習到的防疫措施 包括公司 你該有的分艙分流的管理 防疫的種種措施 你千萬不可以忘記 也不可以鬆懈 因為隨時就會用上 這是臺電教會我們的事情 所以疫調匡列隔離 現在大家都朗朗上口了 這次我們也看得出來 臺電確實就是案例抓得很好 臺北市也有開始配合 說把這個案例抓出來以後 該居家隔離的 該自主健康管理的 都有被匡列在裡面 那現在更是整棟樓都把它鎖起來 我們絕對不希望它成為破口 這些職場在臺電群聚感染 科問者認為說目前為止 居家辦公室比較安全 不過依照現在黃珊珊所公布的 是八十人隔離 兩千五百五十人進行快篩 來 趙醫生老師 怎麼看這個最新情勢 我相信臺北市 一定要從過去 北農的群聚事件之中得到啟發 北農就是第一時間沒做清銷 所以後來臺北市怕得要死 一到那邊賣場地下街 一發現有確診的話 他就通通要關閉 有人批評在北農 或是環南市場的第一黃金時間 他沒有像林佑昌在基隆 就把基隆自強市場 基本上兩個禮拜都清銷封閉了 那北農那時候影響是什麼 也是臺北市跟北台灣的菜籃子 人來人往那個群聚也不得了 相對較像 台電的這一個 不論是營業出廊或自動大樓 他的身分是比較單一 而且營業大樓去那裡 洽工的民眾 你要做疫調跟匡列 是比較容易的 不論是監視器或是身分的確認 他不會基本上人撈不到 或處理不起來 說三大對比 不論是北農 不論是苗栗 晶圓廠 電子廠 或是屏東 訪寮 醫院的群聚 這個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做比較之下 我覺得省慎以待 而且超前部署 謹慎一點 應該還是可以度過這個危機 你知道今天的本土案例是六例 已經連續有好多天 應該是連續至少十天吧 都是寫下個位數 但是這個六例當中 都是雙北又全包了 新北有兩例 台北市也有四例 我想請教是 大家本來 這個周醫師本來在8月23號 下週一其實蠻盼望的 就是說其實可以繼續降級 這個降級裡頭 可以讓大家不要戴口罩 像楊智良就說 我沒有聽說過 慢跑的人有確診者 所以他建議慢跑的人不要戴口罩 你建議慢跑的人不要戴口罩 那我快跑要不要 我散步要不要 那我如果坐在那邊納涼要不要 我坐在那邊吃東西要不要 我逛街要不要戴口罩 我不知道楊智良在說什麼 慢跑 不需要戴口罩 這個就是在解封之前 他希望針對8月23號 要可以去放寬 可是我現在所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最新的發展 就是傳播鏈的部分 花蓮這個旅遊團的傳播鏈 從昨天說 哇 從新北花蓮這樣互傳 今天臺北這個北投的職場 也因為花蓮這個旅遊團似乎也中了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傳播鏈 對我們的衝擊 又是另外一個新的破口嗎 又是個隱形傳播鏈 是嗎 好 我們一直認為 其實口罩的一個關鍵 不是只有擋病毒 他可以透過調溫調適 讓呼吸道保持一個最佳狀況 所以其實如果說跑 慢跑不戴口罩的話 其實大家如果回想 去年義大利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有一個超級傳播者 他是馬拉松跑者 他穿了一千多人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證據裡面說明 其實口罩戴著最大的好處 起碼呼吸道疾病少很多 所以希望各個疾病目前少很多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就不會有這些咳嗽 所以職場裡面最大的關鍵點就是說 他的傳播鏈如何來解決 所以在職場傳播鏈裡面 其實大家慢慢在降級不解封的概念下 口罩的戒心都逐漸減少 其實大家都瞭解 很多時候你到辦公室 如果空間感覺上有一個距離的話 口罩應該都會摘下來吧 我不太曉得大家在辦公室 口罩不摘下來 會不會覺得呼吸受到影響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如果說把花蓮親友團 這個部分當作另外一個 未知來源的一個傳播鏈 其實臺灣現在最擔心的不是數目字 而是有多少未知來源 因為只要未知來源存在 就代表說他有許多的一些陽性傳播 不一定有被找到 就好像說百分之二十是無症狀的 你找不到這類似的一個概念 其實無症狀可能會更多 所以在整個到花蓮旅遊 他的問題就是說 這麼多都是新北市的 那到底中間誰是源頭 所以其實我們在疫調裡面 會去觀察 第一個就是CT值 第二個就是抗體的產生 IGM跟IGG 其實這裡面的話 我們比較可惜的 就是已經過了七天了 我們不曉得定序結果 也不曉得裡面 誰是第一個源頭的情況下的話 追不下去 因為這裡有人 女婿 女兒 目前只有抓到這個新裝B職場 的一個陽性傳播鏈 所以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並沒有找到 真正的一個傳播鏈的話 我們看到只是後面的陸續發展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八月二 三號可不可以解封 我覺得已經不是關鍵點了 而是在於說到底陽性傳播鏈 這個還是要找出來 需要找出來的原因是因為後面的公衛政策 會是關鍵 其實大家已經不覺得 我們現在還在一個高度風險的一個情況 因為大家都可以到餐廳了 所以餐廳都可以開放的情況下的話 我不太認為大家的生活 受到多大的影響 所以口罩這個部分是一個形式 就算降到一級 我也不認為大家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從美國的例子裡面 Data病毒為什麼會風險這麼高 是因為一直有一些年輕人 在狂歡的時候 在POP的時候拿下來 所以口罩不能拿下來的話 這種陽性傳播鏈 才有機會減少 口罩一拿下來就整個就大增 所以在B職場這個部分的話 從15970 15991到15971 其實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16號15970被通知之後 之後971跟991都已經是陽性了 所以現在到底是職場同事 影響到新莊有人 影響到其他四個呢 還是說15970一陽性 立刻在隔天影響到職場同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關鍵點就是說 到底接觸兩天PCR會陽性不一定 所以其實說這些都沒有抗體的話 我們就看不到這整個B職場的群聚 會不會往下發展 所以假如說B職場目前所抓到的證據 是透過有人15970往下延伸的話 這B職場會是第二個台電要去注意的 因為其實在這邊的疫調裡面 都沒有去標定裡面的每個桌子的相關距離 也沒有去標定裡面坐有多少人 他的空調 因為這兩個是不同間隔 那我問的就是說 那他的空調是中央空調 還是各自空調還是開窗戶 所以這裡面的話 如果說這裡面可以公渡CT值的話 如果又來像一個像孕婦一樣 是CT值十一的話 這裡面大概全部都會中標 所以今天假如說 臺電他的一個部分的聚焦隔離 是整棟隔離的話 這邊只有同樓層的話 又回到電梯的一個擔心 電梯還有中央空調裡面 整棟共用同空調 裡面的濾網多久更換一次 我們認為飛機是個低風險 因為飛機的濾網 他會是持續在做調整 是HEPA濾網 我不太曉得我們的一個職場 特別是一些老舊的職場 多少是用HEPA濾網 HEPA濾網用久沒有更換 一樣會有問題 而且有黴菌這些的 所以假如說帶到辦公室空氣都拿 空氣沒有辦法掌握 口罩拿下來的話 B職場只是一個開端 後面有C職場 D職場 E職場 所以目前的話 這些源頭找出來 重新去訂立公衛政策 不要再用兩週當作一個降級 不降級的一個評估 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十四天可以的話 起碼先找到這些陽性案例 我請教師卓冠廷 就在這個時候 全台灣的第一槍 就是苗栗憲議會通過提案 就是說高端要有國際認證 才可以給憲民打 我不知道這個邏輯是什麼 因為很顯然他是在昨天的臨時會的 最後一天裡頭臨時動議 國民黨的黨團的書記長 包括副書記長等議員就提案 建議苗栗憲政府施打的疫苗 必須經過了國際認證 才能給憲民去施打 藍林議員都沒有意義的狀況底下通過了 苗栗憲政府稱為高端疫苗開打以來 率先對國產疫苗不信任案 開了第一槍的現實 我想請教 你通過這樣的一個提案 問題是 我如果 我已經預約 我有這個意願的話 你有權力拒絕 你有權力攔截我去打國產疫苗嗎 這沒有違法嗎 來 周冠廷你怎麼看 我們看到其實 苗栗憲議會通過這個決議 雖然他聲稱沒有法律效力 但是依在地方政府大家的習慣來說 縣政府會高度去尊重縣議會 所造成的一個決議 尤其是通過了多數民意的一個反應 那這個下去之後 這個決議下去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苗栗憲政府真的下令 就是在苗栗憲內 他的縣民不能打高端疫苗 馬上產生的問題就是 這幾十萬個 預約高端的縣民朋友 他們的疫苗打不到怎麼辦 如果有人因為沒有人打到高端疫苗 因此身體受到了侵害 他感染了COVID-19 後續怎麼辦 我覺得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們看到這個決議 如果我們細看他的內容 這個決議內容是講 因為高端還沒有取得國際認證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施打 利益感權良好 可是什麼叫國際認證 我這裡舉兩個很 大家認為著名的疫苗 一個是中國的科興 一個是中國的國藥 這兩支疫苗 其實都有拿到所謂的國際認證 也就是拿到WHO的認證的疫苗 但是我想問苗栗憲的這些朋友們 你們敢打科興跟中國國藥嗎 大家不敢打 所以你有沒有國際認證 這是一個假命題 更何況現在全世界 並沒有所謂一個 共通的一個所謂的疫苗護照 我稍微說明一下 目前以所有的 不管是醫藥界還是說公衛界 大概公認未來可能 我們現在推測可能產生的 整個國際疫苗的護照形式 大概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 可能會採取大量的PCR的認證 也就是 我先不管你有沒有打疫苗了 我到了該國之前或之後 做PCR的檢測 所以這個疫苗無關 第二個就是施打疫苗 那施打疫苗 也就是剛才提到的 哪種形式的認證 哪種疫苗是有辦法被大家接受的 目前大家也都還在討論中 高端疫苗現在也準備要跟WHO 來申請相關的認證 所以這個其實要等待 後續的時間來做考驗 第三種其實有可能是 直接驗抗體 你打疫苗不代表 你身上有抗體 尤其是經過了 可能一年兩年三年之後的 病毒的變體之後 可能會直接採取 快速的檢驗你抗體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 打什麼疫苗 可不可以出國這件事情 本質上是不成立的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一個 大家沒有關注的一個訊息 中央指揮中心 今天非常負責任的 提出了一個 希望能夠讓台灣人民安心 我覺得這個資訊非常重要 今天他公佈了一個 台灣最常出國的三十個國家 這三十個國家 我們指數框立刻呈現 的確告訴我們 這最新狀況 來卓然婷繼續來 這三十個國家 是台灣國民最常去的國家 那他們目前對於疫苗 跟對於你進來的路徑出境的管制 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一下 其實台灣人 我們如果講亞洲地區要旅遊 最常去的兩個國家 日本 韓國 目前根本是不開放任何人進去的 我不管你有沒有打疫苗 除非是陰工 然後非常緊急的狀況 才可以進入 美國呢 他是完全不管你有沒有打疫苗 基本上你在起飛前 你有陰性的證明 或者是你是健康的證明 你就可以進入美國 那也有一些國家 是完全不管 連陰性證明都不需要 比方說像芬蘭 西班牙 可是有一些國家非常嚴格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認真看一下 今天中央指揮中心 公佈的這一個數字 其實今天公佈的這幾個國家 它的現狀 恰恰的去打臉的 苗栗縣議會的這個決議 因為兩者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最後話講回來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是 苗栗縣民其實他有權力去選擇 他要打什麼疫苗 我今天想打AZ 想打莫德納 我想等 我就登記我等 可是有人真的就想打高端啊 如果苗栗縣議會這個決議 讓他最後是有效 而且縣政府去執行 可能會產生很多重大問題 甚至有可能要打國賠 我覺得這是大家所不樂見的 是 的確會有國賠的問題 那另外我想進評 從苗栗縣政府這樣一個動作 包括了什麼呢 澎湖縣政府 我不知道這會不會 有點太心急了 因為你知道澎湖在七月中 他是有條件開放 就是餐飲在內部可以使用 他現在是全台灣最早有店家 內用的一個縣市當中 可是呢 在今天他宣布是說 他要全面開放內用 而且呢 不一定要有防疫隔板 那還有安全距離 注意聽喔 不一定要有防疫隔板 還有安全距離 我不知道是說 他的意思裡頭 因為這個白紙黑字 說真的我覺得賴峰偉現場 你應該把白紙黑字 把這個指引 如果你希望你這個指引 是要落實的話 白紙黑字告訴我們 不要防疫隔板 然後也不需要安全距離 還是說你把防疫隔板拿掉之後 要落實有安全距離 可是這個這個部分 也都是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現在所不允許的 所以有些店家還在觀望當中 我不知道到底在急什麼 那當然了 台東的場面 因為台東在這個南回藝術季 在幾天前登場的同時 台東現場饒氣臉 因為帶著縣府的官員 從這個畫面可以看出來 因為他跟這個參展的藝術家 進行有將近百人的一個餐序活動 我們子母框看到 因為在餐桌上東的確沒有隔板 也沒有保持1.5公尺的一個社交距離 被認為說你只帶頭違反防疫規定嗎 網路當然罵聲不斷了 可是餐飲業者也說 當時台東市政府帶頭違規 那民眾當然火大了 現在台東市政府的衛生單位 他也認了防疫有缺失 我就衛生局他也坦然去面對 的確我們考慮不周了 會處以重罰 自己衛生局單位都這麼講了 我舉這幾個例子會覺得說 我們在發生台電 2550人可能要進行PCR 我們就等待要趕快清零 趕快清零 讓我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可是這裡頭不管是 苗栗可能涉及違法的問題 澎湖也涉及你會不會太急的問題 如果因為你拿下隔板之後 你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因此確診的話 澎湖縣政府 你要不要負責 但是我覺得台東的狀況 他就勇於去面對 來靖民怎麼看作態勢 首先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民眾的 全國民眾配合中央 跟地方政府的整體的防疫的心態 端視你每一個層級的政府 你的防疫的這個指示 以及你的防疫的做法 到底是怎麼貫徹跟執行的 如果有像剛剛講的澎湖縣跟台東 這種步調不一 跟中央和甚至其他縣市的狀況不太一樣 顯得好像說澎湖跟台東 是不是比較放鬆了 大家可以心態鬆懈下來的話 那當然會出現很多沒有辦法掌握到的 疫情不可逆之處 那這樣的也會同時造成民眾 民間會有什麼觀感 就是只准周關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你這些有縣長有父母觀的 在那邊可以這個百人以上的 其實他走在這種 我們剛好在防疫的這個規定邊緣 因為自從三級降為二級之後 對於室外百人室內五十人 我們大體上還是維持這樣一個防疫數字 但是呢 並沒有說你室外百人室內五十人 你就可以把口罩給脫下來 而且在戶外呢 跟室內情況似乎又不太一樣 室內是一定嚴格像我們這樣的一個隔板 餐廳都有這樣隔板 室外你就可以說室外不用隔板嗎 那更誇張 那空氣這樣一個流通 剛剛我們聽到周醫師在講一些空調的話 那室外的話直接這樣子面對面 沒有隔板的話你就比零而坐的話 尤其我看了昨天那個新聞場面 那個百人的整個藝術季 南迴藝術季 那個是至少超過兩三百人以上都有 那個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地方縣市政府 衛生局衛生單位在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是真的很好奇 他們之前台東縣政府那個熱氣球活動 已經沒有停下來 他就繼續舉辦 像我們桃園本來要辦熱氣球 我們如果在議會也關切 我們就停下來了 少辦一年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也不是說今年不辦了明年就不辦 你只是因為疫情滾動式的調整 後面也好 所以台東縣政府其實他的那個 我們是同一家 找同一家廠商的那個熱氣球 那台東縣政府就繼續做 我們桃園停了 那桃園東縣政府繼續做就算了 沒想到他活動一波接一波 現在又難回藝術季 所以我覺得台東縣真的很趕 他們的議會監督市縣政府也真的很趕 就這樣子 如果是在桃園一定會被我批評罵翻了 我說你們不顧防疫的話 這樣子還是要很小心 所以也難怪民眾會有這種相對的 你們在這樣群聚然後吃飯 然後還有藝術機 還在戶外這樣開 類似戶外開趴 難怪大家會反彈 那台東縣還算衛生局有點良知 覺得我們自己處罰 自己否則這本來就要處罰 要不然你以後去抓民間的話 人家怎麼那個無所事從 那至於澎湖這也很瞎 官方說想要開放了 那店家不敢 顯得店家比官方的態度謹慎 這就是我說的 你政府有時候在做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民間的這個想法 而且他們會不會被顧慮到說 到時候被檢舉 會被這個開罰 影響到民眾 然後到時候又要這個傾銷 然後又要停止營業 知識體大 所以我說這第一個 我才跟大家講說 官方各縣市政府 各級政府的防疫心態 你會影響到民眾 跟著你的這個步調走 不要造成那種多頭馬車 也不要造成那種 讓民眾覺得 反正那個縣市政府都沒問題了 我們就這樣 你這樣你防疫我會功虧一虧 而且不要中央跟地方造成不太同調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剛剛曉惠委員有提到 還有跟周醫師都有提到 專業的見解說 因為台電的這個群聚事件 他有兩例是發生在同一層樓 七樓 那另外一例被大家注意到 是一個懷孕八個月的案 16001的這一名孕婦 他懷孕八個月 而且他接種了兩劑莫德納 當然指揮中心今天有特別說明說 他不算是突破性感染 什麼是突破性感染 就是說他接種了兩劑完整的這個莫德納疫苗 第二劑他是在打完八月十三號的時間 是八月十三號 那八月十四號他就發現有症狀 然後那個精檢測之後染疫確診 因為打完莫德納疫苗之後 醫師也在現場應該很清楚 至少你可能要兩週以上 十四天以上的保護期 你才能夠算是完整的 所以因為這個孕婦 他其實不算是突破性的 可是會造成民眾很多的想法說 我打了疫苗可能還是會染疫 本來我就要跟大家講 我們不管你打任何廠牌的疫苗 都有可能會碰到那種染疫 你不是打完疫苗 我就口罩可以拿下來 我打完了疫苗 我口罩還有很多的防疫 我只要更小心 之前指揮中心有經過統計 臺灣七月二號到八月十四號的統計 發現 子母框就秀出來 因為的確在這段時間 尤其境外移入了 境外移入了 溫雅筑特別做出這樣一個整理 太多了 因為我每次看下午在公佈這個記者會 他打了一劑兩劑 通通還是確診的 這個當然耳提面面一直告訴大家 就是說打了疫苗是你防止你成為重症 那也讓你比較不會確診 那確診之後傳播力也比較弱 但不代表不會確診 從這個圖表裡頭告訴大家 有這麼多案例都是打過疫苗 其中有一劑 還有很多是打過兩劑的 所以七月二號到八月十四號 根據我們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統計 這個到臺灣境外移入 我們總共有一百四十五例的這個個案當中 他們統計出來有四十例是打過疫苗 那中間當主持人有提到 有的是打一劑有的是打兩劑 有的打AZ 有的莫德納有的BNT 有的嬌生有的科興 不一而足 那結果他們統計發現 真正有打過兩劑以上的 接種兩劑以上的疫苗 而且你過了已經疫苗的產生的保護期 至少兩週十四天以上的大概只有十二例 也就是接種完完整疫苗之後染疫 那這十二例才可以稱之為突破性感染 其他都不算 那這些狀況當中 這四十例打過疫苗的還是有染疫的個案 平均的CT值是二十七 那最低的是十九 表示他的傳染程度還是很高 剛剛醫師有提到 所以我們才說 因為我們打完疫苗之後 不是說像國外有些人的觀念 就是我打了疫苗 就把口罩拿下來 我真的覺得錯誤了 台灣也是一樣 不是你打完疫苗 疫苗就是萬靈丹 就是你解藥 我打了疫苗百毒不侵 我們不是武俠小說 我們不是虛空幻想的世界 我們會活在現實 知道打了疫苗更要保護自己 尤其是我們打完疫苗之後 更要小心地避免這個 這個有感染的一個機會 這才是政府苦口婆心 告訴大家從中央到地方 最後回過頭來 我剛剛講完那兩點補數之後 我要講到第三說 苗栗縣政府這個縣議會的 他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抵觸到 我們去年二月的時候 立法院朝野立委 通過了這個嚴重震驚 這個紓困的這個 傳染病防治條例裡面的 洋洋灑灑 授權中央流行疫苗指揮中心 他在全盤指揮 全國的一個防疫的措施的時候 指揮官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中央流行疫情中 開設一級的這個指揮官之後 由他來負全責 然後所有的地方的行政措施 都抵觸到中央的命令 所以議會是在地方制度法 它的框架上我們也是地方 縣市議會議員沒錯 但是地方制度法 只是告訴你不抵觸中央母法 而在去年立法院通過了 那個中央的這個法案條例的時候 法案的這個架構 而且它的中央的層級 大過地方議會 他們做這個的話 除了剝奪了苗栗縣民 可能會想要打這個 他們國產高端疫苗的這個權利 和自由選擇權之外 同時呢他在法律上的位階 也抵觸了這個中央 你身上之外有違法的問題 沒有嗎 這個不要講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我覺得他根本就造謠了 我看到這個新聞上面有說 苗栗的國民黨團 苗栗縣的國民黨團 他說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議 其中的理由之一是 目前國產疫苗的廠商 都是私人企業 萬一將來發生問題 民眾求償無門 我真的是很想問一下 你沒有嘗試也要看電視一下 沒有做功課 真的 那個EUA其實就涵蓋一切了 你哪一家疫苗 不是私人企業做出來的 你嬌生輝瑞 莫德納這些全部 AZ哪一家不是私人企業做出來的 全部都是私人企業做出來 但是當政府在採購疫苗 確認採購疫苗 不管是有EUA等等的時候 其實政府採購疫苗的時候 就已經發給了這個免責的條款 也就是政府承擔最後的責任 一個負責任政府 我要買的時候 也是就是給了廠商說 醫藥出問題都要找我 也對國人宣誓都是找我 這也是當時為什麼鴻海在買BNT 他要不要去買的時候 他一直跟政府說 你要給我這個保證書 免責的保證書 而且這是我們的要害救濟法 明明白白規定的 所以我覺得苗栗縣的這個 國民議會的國民黨團 你要找任何的理由 不管是剛剛靖平說的 你有沒有違反中央的決議法律 法律 你光是這一點 你會說出這種話來 我們就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連他自己的苗栗縣的衛生局 其實也回應了 他苗栗縣自己縣政府 自己的衛生局也回應 他說民眾接受疫苗施打 這個都是有經過意願登記預約的 我們要照中央的來 所以衛生局還是會照中央規定 去配合施打 每個民眾都可以施打 那這樣子這個縣議會做決議 是在做什麼 做開心的 只是一個媒體版面 跟新聞的一個這個版面 跟媒體的聲量 然後偏偏都還錯的資訊 我覺得這是沒有意義的 這不是自己打理自己嗎 民意代表呢 你聽到靖平 他就瞭解 這根本是違法 這是不可能 為什麼要做一個假動作呢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明年要選舉了吧 是這樣子嗎 可能是這樣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是你沒有辦法拒絕 人民的意願 人民要接種的這個一個權利 沒有辦法拒絕 不過回到我們現場當中 我們就說 你不會因為有阿拉 你就不會確診 所以這兩天 你看到阿富汗 不管是在這個機場 不管是蜂擁而知的人員 大逃難呢 試圖攀上這個飛機 通通都沒有戴口罩 好看起來很恐怖 很恐怖 阿富汗的最新情勢 真的嗎 塔利班政策已經確定了嗎 似乎是不是呈現更多的辨識 中國真的可以去接手嗎 包括劉長正老師 連線給陳破空